千呼万唤使出来 有爆琵琶半遮面 虽然只露半张脸啊 但是还是叫我开心眼 自我们的小周周降生以来 其庐山真面目就成为周董的最高机密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猜测 是不是小公主长得像周董比较多一点嘞 而就在大家一片的猜测声中 今日小周周的正面照终于横空出世了 14日晚 昆灵通过网络曝光了女儿的近照 照片中小周周由于性眼威逼 所以那双长长的睫毛显得格外抢眼 而在照片上方 昆灵也复言称 你快满100天咯 把比妈咪很开心的看你一天一天长大 哦 原来小周周的英文名字叫Hell's Wear 不过对此小哭我想问一句啊 一向偏爱中国风的周董 啥时候才会公布小周周的中文名字嘞 最近这有关曹云金的负面新闻 是一波未平一浪又起啊 日前有爆料称 曹云金在拍摄某电影时 近组第一天就惨遭解雇 该消息称 曹云金在剧组耍大牌 不但要求住五星级酒店 还要以房车当坐驾 而当剧组无法满足其要求时 他便已不出宫要挟剧组 并让全组人员干等几个小时 最终曹云金一场戏都没拍 就抛下剧组扬长而去 事后该影片的制片人 向媒体果断承认了此事 并称爆料内容属实 而对此曹云金的经纪人却一口否认 并解释到曹云金的行为 皆依合同执行 违约方式该剧组 最终曹云金方表示将起草律师函 以法律途径处理此事 事后众网友对此看法不一 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剧组故意炒作 不过也有人觉得 以曹云金的火爆脾气来看 此事也有可能 看着架势是要闹大的节奏啊 在这个颜值决定一切的时代 不少帅小伙都因顶着小鲜肉的头衔 而沾沾自喜 也许是代沟的问题 也许是思维角度的原因 总之一些圈中的前辈 总是对小鲜肉一词频频开炮 继前段时间 冯小刚称小鲜肉一词 不禁琢磨后 近日身为娱乐道德模范的袁立 再度通过网络公开调侃该词 在博文中 袁立写道 小鲜肉一词 让自己立马有一种去脱情的感觉 而在最后 袁立感叹道 成天把肉挂在嘴边十分不雅 也不知这种风潮 啥事能刮过去 对此一众网友纷纷调侃 袁立是跟不上时代了 甚至更有网友称 那屌丝一词 岂不是更加不能细想啦 一部电影热映后啊 紧随其后的注定是一片议论声 夏洛特烦恼 在席卷了十亿 近十亿票房后啊 近日网络上就有传出 夏洛特烦恼 抄袭导演 弗朗西斯·科波拉的 时光倒转未驾时 并截图对比分析 最后 开心麻花团队也发声回应称 开心麻花一向坚持原创 拒绝抄袭 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护 每一位原创作者的心情劳动 与智慧结晶 针对电影作品的善意评论 我们愿意共同探讨和虚心接受 此声明发出后啊 许多网友都表示力挺麻花 支持中国喜剧一路走来的不容易 看到这里啊 小酷我脑海默默飘来一首歌 千呼万坏时处来 游抱琵琶半遮面 虽然只露半张脸啊 但是还是叫我开心眼 自我们的小周周降生以来 其庐山真面目就成为周董的最高机密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猜测 是不是小公主长得像周董比较多一点嘞 而就在大家一片的猜测声中 今日小周周的正面照终于横空出世了 14日晚 昆灵通过网络曝光了女儿的近照 照片中小周周由于性眼微弊 所以那双长长的睫毛显得格外抢眼 而在照片上方 昆灵也复言称 Dear Healthway 你快满100天咯 Babby妈咪很开心的 看你一天一天长大 哦 原来小周周的英文名字叫 Hell's Wear 不过对此喜好哭我想问一句啊 一向偏爱中国风的周董 啥时候才会公布小周周的中文名字嘞 最近这有关曹云金的负面新闻 是一波未平一浪又起啊 日前有爆料称 曹云金在拍摄某电影时 禁组第一天就惨遭解雇 该消译称 曹云金在剧组耍大牌 不但要求住五星级酒店 还要以房车当坐驾 他便已不出宫要挟剧组 并让全组人员干等几个小时 最终曹云金一场戏都没拍 就抛下剧组扬长而去 事后该影片的制片人 向媒体果断承认了此事 并称爆料内容属实 而对此曹云金的经纪人却一口否认 并解释到曹云金的行为 皆依合同执行 违约方是该剧组 最终曹云金方表示将起草律师函 以法律途径处理此事 事后众网友对此看法不一 一部分人认为 这是剧组故意炒作 不过也有人觉得 以曹云金的火爆脾气来看 此事也有可能 看着架势是要闹大的节奏啊 在这个颜值决定一切的时代 不少帅小伙都应顶着小鲜肉的头衔 而沾沾自喜 也许是代沟的问题 也许是思维角度的原因 总之一些圈中的前辈 总是对小鲜肉一词频频开炮 继前段时间 冯小刚称小鲜肉一词 不禁琢磨后 近日身为娱乐道德模范的原力 再度通过网络公开调侃该词 在博文中原力写道 小鲜肉一词 让自己立马有一种去脱情的感觉 而在最后原力感叹道 成天把肉挂在嘴边十分不雅 也不知这种风潮 啥事能刮过去 对此一众网友纷纷调侃 原力是跟不上时代了 甚至更有网友称 那屌斯一词 岂不是更加不能细想啦 一部电影热硬后啊 紧随其后的注定是一片议论声 夏洛特烦恼 在席卷了十亿 近十亿票房后啊 近日网络上就传出 夏洛特烦恼 抄袭导演 弗朗西斯·科波拉的 时光倒转未价实 并截图对比分析 随后 开心麻花团队也发声回应称 开心麻花一向坚持原创 拒绝抄袭 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护 每一位原创作者的心情劳动 与智慧结晶 针对电影作品的善意评论 我们愿意共同探讨和虚心接受 此声明发出后啊 许多网友都表示力挺麻花 支持中国喜剧一路走来的不容易 看到这里啊 小裤我脑海默默飘来一首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